潘兆松 恐怖在線 其實這件事是很突發性的 有一晚晚上中間人 我想你也知道誰了 中間人打電話給我 我們澳門在賭場出事 有些職員好像疑似中降頭 怎樣疑似化 他招呼客人好像有問題 那些職員怎樣疑似中降頭 第一件事 客人一開始不覺得 後來看到他在酒店房裡拜鬼 拜古曼童 為何會看到他有這些 因為職員有部份招呼他 因為他是一個大客人 賣了很多可樂 賣了很多可樂 即是經常要供上去 而他那些東西都放了出來 對 在房間裡放了出來 他有一些古怪的行徑 接著招呼他第一個是女職員 這個女職員招呼他第一是嘔血的 最初沒有想到這件事 以為他自己身體問題 對 但回想起已經好像有點不對勁 但服務他 他不是只有一天在那個地方 正常來說 他們有港澳通行證是兩個七天 他最多可以逗留十四天 在這十四天裡面 就不停服務他 對 這個客人應該不是第一次去賭場賭錢 他上一次是輸了走的 但這次來 一來就贏了很多錢 令到服務他的人 好像中了降頭 好像很嚴重 賭場那邊 就想去了解一下 究竟是否 他用了一些邪門的方法 令到職員出現這樣的問題 即是說不是跟錢金錢有關係 錢金錢對於賭場來說是小事 相對 相對 但問題現在弄到他的工作人員有問題 是 那你們就過去看 是 當晚是凌晨 我是搭船去的 即是怎樣 過來過來 現在他坐了去賭錢 你們在後面看他 首先我去到很快 我們就馬上去 現在搭船也不太久 過兩小時到 其實他們立即找人開車來接我們 通常都是酒店 我們去到酒店 其實已經很迫切 他又贏了幾百萬 已經上落 可能15分鐘贏了幾百萬 即是他在大賭店 即是大賭店 叫做高頭區 那些 即是一局可能一百萬上落 可能是一個人對賭 也不是的 其實高頭區也有很多人 因為現在很多國內人士賭錢 很厲害 沒錯 沒錯 當時很緊張 其實他在幫我們 確認開房間 讓我們先坐下 但當時已經是說 我們是由開房間 到到房間 那十多分鐘 他又贏了四百萬 所以他們是非常緊張 這件事 15分鐘 十五分鐘 他玩什麼 八九落 通常是八九落 一下就走下去 其實我都很好奇 我都覺得很特別 這個人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他怎樣 這個人是一個年紀不太大 都是國內人士 他在賭場的職員表達 他是第二次接觸賭場職員 第一次來就是不懂賭錢 他說 不懂賭錢 賭錢會懂嗎 可能賭大小也不懂賭 完全沒有賭過錢 什麼叫大 什麼叫小 是的 那輸了幾十萬 對於國內的賭客來說 數目不太大 然後這次突然一來 就好像一個賭神的狀態 有功價 非常之厲害 然後是鋪鋪百家 落到九點 不是吧 這件事 你親眼見到 親眼所見 好奇想下去看看 在後面看了他一段時間 他每次 很奇怪的 每次的電話 一看到那些女性的內衣褲 有個微信 發給他 他就看都不看 整個洞 整個洞 就弄出去了 那個洞一定中 有個微信嗎 他拿著電話 微信是看到那些內衣褲 我在後面看到 是看到那些女性的內衣褲 這麼好笑 是的 那他們不懷疑 為何有人在後面看 他又不覺得有 其實我們都好像一般觀眾 在這裡看 留意一下 為何這麼厲害 你不是穿到這樣去 不是 穿些褲子去看看 我們都進了高頭區 高頭區比較少人 也有人少到掩飾不到 我們當是一個客人去看看 我都很想看看他是不是這麼厲害 鋪鋪九點 十鋪裡面有十鋪也是九點 我當場看起碼幾鋪都九點 十鋪有七鋪 其餘那兩鋪是八點 這樣很離譜的 你贏也不要贏得那麼離譜 基本上他是沒有看牌 對 他是沒有看的 是嗎 不會理會那條路是怎樣 總之扔下去就是 即是他撿牌 那些什麼吹 一開就撤出來 一開就九點 就是一個很輕鬆的狀態 玩一下電話 然後就推籌碼出去 幾十萬至一百萬 即是根本就知道幾點了 他根本都在贏 他根本都在贏 他根本都在贏